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這個表是二年上班48個學生 累求職員的累積次數分配表 他要你求第一小題 15到20公尺這一組學生所佔的相對次數分配 約佔全體的多少個剩 就這一組他人數約佔全體的幾個剩 那我要把每一組的他人數把它算出來 因為這是累積次數 所以我現在來算這個次數 這次數的話只是10到15公尺有3人 那這個只是15到20的話 就是15減3因為這是累積的 要扣掉 這是10到20公尺的是15人 那又扣掉10到15的 扣掉3人以後 這是12人 那這個多少人 比如說A-15 A-15 那這幾人45-A 45-A 8值30公尺以上的話 有3人 這個-這個是3人 好 現在他是問說 這個佔全體的幾分之幾 所以我們就曉得了 這是12除以48 他乘以百分之百 他問那個百分比 這倒是四分之一 所以是25% 1 這4 25 所以是25% 好 第一小題是25% 然後讓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他說 20到25的這一組 這一組學生的人數 為25公尺以上 25公尺以上 25公尺以上就是這些 25公尺以上的兩倍 可是這一個 就是A-15 是等於 這一個的5倍 那這個的話 就是48 48-A 兩倍 48-A 好 就這兩組把它加起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A算出來 2A移過來 3A 等於15 等於15 這樣多少 加上96 那是1 111 那A0多少 3得9 3起21 有37 所以答案是37 1 1 2 2 3 3